3 2 1 第一招 基地昌隆工程顺利 基隆市长林又昌 立委蔡世英等人 共同持锤凿砖头 为中正路上这座水产红砖屋 启动修缮工程 吉祥圆满 这座红砖屋建筑 原为农委会水产检验所的房屋 建于民国37年 因为基地年久失修 市政府完成了建筑物的耐震评估 及空间设计作业 未来将进行建屋和空间的修建 打造青年的创业核心基地 立方现在都发出也正在进行 整个正兵街区 廊代的一个规划 所以当刚刚在讲的旧一会大楼 一直到正兵旧派出所 以及色彩屋 还有水产的红砖屋完成之后 我们启动街区的一个载造 就会把这样子一个效益再往旁边周边的社区 来做这个进一步的一个扩散 当然也就可以改变我们周遭老旧社区 整个的一个生活和金额品质 日前有开过关于地方创生的一个记者会 是因为来的主张是四大创生的基地要开发 包括我们的正兵 包括我们的这个委托行 那等等的许多地方 但是其中一个就是青年创业的基地 就是在这个地方 那市政府跟水市所沟通的过程当中 我也非常感谢水市所愿意将这个地方 让出来 可以让市政府来做后续的开发 开发完毕之后 就是我们的清创的基地 那这个清创的基地 就是让地方创生能够注入这个地方 那我刚才除了这个地方之后 我特别在提醒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地方 就是港公司之前有盖了一个育城中心 目前正在跟市政府在做后续的这个使用的方式 那我还是主张那个地方 应该要推动育城中心 作为另外一个港公司的海洋育城中心 让所谓的地方创生能够遍地开发 那我觉得这是对基隆的产业发展 青年的返商创业 是最有帮助的一件事 红砖屋修缠工程 约250个日立天 预计明年下半年完工 未来透过红砖屋串联 正命与港 伪创聚落 将带动正命朗带 街区的发展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道